浩天宗绝学究竟有多强 我们不妨看看这场唐三和海龙的至强之战 就在唐三击败海女之后 他的海神第五考便只剩击败海龙陡罗 当然能被卦王唐三放在最后挑战的自然不是什么简单角色 海龙正是七圣柱中实力排行第一的起者 他的魂力高达九株五极 其五魂品质也丝毫不落于顶级的蓝殿霸王 海神岛尚能击败他的只有不赛西 如果说唐三面对前面几位圣柱都还留有余力 那么面对海龙陡罗他就必须亲近全力 否则将毫无胜算 提出唐三选择利用领域压制海龙 可不曾想海龙拥有破除一切领域的技能 才一开始唐三屡试夫上的招式就被克制 相当于他少了两个外挂 这种情况下他很难和海龙一拼 很快他就被海龙刚猛的攻击震到嘴角流血 眼下局势不妙 唐三虽然能使用各种底牌 与海龙一伤换伤 可那样明显的一致 于是他和海龙约定双方都不使用魂魂魂魂魂技能 仅凭武魂搏斗来奔出胜负 看着四个十万年魂魂 外加四半十万年魂魂魂的唐三 海龙也是答应下来 紧接着他们的鄙视正式开始 唐三收起蓝银黄召唤出了浩天锤 海龙看到那把充满威能的大锤 忽悠地想起了曾经唐晨和波塞西的那场恐怖对决 散发着红色速杀之光的浩天锤 和浩瀚无边的海神的动作 至今都让他历历载目 可唐三不是唐晨 海龙完全有一战之力 他直接徒手应接浩天锤 把唐三都看呆住了 不过唐三的攻势依旧不解 他再次手握浩天锤 以迅雷之势冲下海龙 凭借极快的速度 裹过其攻击 并施展乱披风锤法 追着海龙一顿重 猛烈的攻击下 海龙看似给锤的很惨 可实际上他毫发无伤 现在才到洞争的的时候 只见他身上能量涌动 余威影响着周围的人 唐三的攻击也再无法按动他 更好 此刻的唐三不信邪 又连续几次重锤 和海龙硬碰壁 大锤和拳头的交锋 他完全没躺到好 甚至被海龙按头杀 不过唐三的烂披风锤法 属于越战越强 随着浩天锤的不断挥舞 他渐渐的能和海龙无语爱 两人就这样在空中狂野交战 谁也不让谁 吹章的余波使得虚空晃动 通过一段时间的角逐 唐三还是不敌 被打到地面 海龙的攻击依旧在进去 你是一样能耐 是无法通过我的草原子 他爆发全身力量 施展出了自创武器 舍身剂 此见黄龙怒吼 又瞬间化为无数能量 这就是海龙的舍身剂 可在不进行黄域的情况下 将攻击提升到200% 为了能与之对抗 唐三只能揮舞出乱劈 不吹法的81锤 雷光闪动 当拳头和锤相撞的一刻 防爆的能量四散 终遭受到摧残 两人都倒灰树 落入了海龙 海龙作战 被唐三极力 他必须尽快上海 和海龙有着必胜的理由 他不会给唐三击毁 随后 他以力量操控无数火山巨石 攻向了三 唐三虽尽量火山 可还是被火山巨石轰火 没办法的 他最终决定使用 浩天主角 浩天主角正是浩天中绝蓄 其挥舞出的每一锤 都蕴含无丧哲力 威力更大 也千变万化 此时海龙发动了最后 击攻向巨石 随着无数石块洒落 仿佛也预示着唐三的失败 然而 就在无尽高远的天际 有一定似乎代表着末日的巨锤 被高高举起 海龙意识到唐三并率受创 于是他孤注于智 大片的岩浆在废土 他要借助岩浆的事和唐三做个两节 天际毁灭的雷霆伴随巨锤砸落 海中 沸土的火龙冲天而起 此时此刻 两人没有任何暴力 他们的呐喊声在高空回答 末日般的对撞也在上面 来光过后 海龙忠实不如 浩天宗学学童不如斯 他被逼得使用文技防守 意味着唐三获得了胜利 自此 唐三的海神舞考全部完成 不过由于之前他存在取巧 接下来的海神第六考 难度将随之增加 攻击你们的对象 换成我福 食泡